在从前很多人都是食不果腹的 吃了这一餐就不知道下一餐是什么时候了 而现在国家越来越发达 中国人民如今的消费水平越来越高 生活质量也越来越好 人们一日不再只是三餐而是多餐 下午有午茶晚上有夜宵 总之如今的人们生活非常丰富 所吃的美食也是各种各样 说起夜宵最受中国人欢迎的就是烧烤了 夜晚的时候霓虹灯亮了 大排档里面飘出阵阵食物被烤制的香味 简直让人垂涎三尺 生蚝可谓是烧烤界的领头羊 是人们夜晚吃烧烤时必点的 那厚厚的蚝壳包裹着鲜嫩的肉 再加上一小桌粉丝 再浇上一点蒜泥 简直就是人间美味 在中国就有这样一个最爱吃生蚝的村庄 村民们吃完生蚝之后 还用生蚝的壳来建造房子 巅峰时期高达100多间 经过600年的风吹雨打 依然坚不可摧 这个地方就是小州村 位于广州市的海珠区 占地面积600013亩 小州村实践于原木明初 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村庄具有独特的岭南风情 简直就是海边江南 两岸的居民整合而建 村中有小桥流水 也有换杀人家 不过村庄里面最显眼的 还要属那些用蚝壳修建的房子了 沿海地区的人们从来不取海鲜 特别是生蚝 古诗人们拥有非常独特的想法 与建造房屋的高超技术 他们把吃完了的生蚝壳 堆积在一起 用红糖和糯米以及红泥进行搅拌 再把它们混合在蚝壳的内部 用来建造房屋 一面墙大约需要10万颗蚝壳 并且要把它们整齐划一地 规范在一起 工程可见有多么艰难 但是总蚝壳打造出来的房子 却异常坚硬 不仅可以扛过风吹雨打 还可以防贼防盗 如今虽然已经过去600年 但却依旧屹立不倒 大家的家乡有没有什么比较独特的标志性建筑物呢